苹果手机的Cypher的浏览器好多朋友不会用 今天给大家分享Cypher的浏览器隐藏的五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功能是免费看电影功能 我们的Cypher的浏览器可以免费的看电影 在这里的话可以点击打开设置 打开设置以后往上滑动 找到Cypher的浏览器 点击进入 我们只需要把搜索引擎换成ECOSIA这个选项 然后点击返回 返回以后接着往上滑动找到高级选项 把GAVA把Java这个选项点击右侧打开 打开以后点击返回 就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直接搜索电影观看 点击进入的话就可以直接开电影了 这是第一功能 第二功能是关闭广告 我们点击Cypher浏览器 点击进入以后往上滑动 大家会看到有个阻止弹出式窗口 我们点击打开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关闭广告了 然后的话接着往下滑动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欺骗性网站警告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隐私保护广告监测 可以把它打开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手机的一个安全 这是第二个功能 第三功能长截图功能 我们点击Cypher浏览器 然后的话进入网页以后需要截图 我们可以点击截图选项 之后的话点击进入截图界面 大家会看到有个整页 我们点击整页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它保存到我们的相册里边了 这样的话可以储存为PDF的文件 我们点击储存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长截图 这是第三功能 第四个功能可以把网页生成APP 这样的话可以随时的打开 比如我们进入网页以后 点击一下上方这个按钮 然后的话点击网上滑动 大家会看到有个添加 大家会看到有个添加到主屏幕选项 我们点击 然后点击一下添加 这样的话我们在打开网页的时候 直接点击就可以直接打开了 这是第四功能 第五功能 无广告阅读功能 比如说我们打开Safari浏览器 比如说想看一篇小说 点击进入以后 你会有一些广告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左侧大小选项 把它显示阅读器 这个方式 然后的话里边就不会出现 广告就可以直接进行 绿色阅读了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的强烈推荐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